欢迎大家收看六度挑战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不是所有中国学生都是为共产党服务的 佛州限制中国研究生的新法律引发布 在全国范围内 已有24个州提出或颁布了 限制中国人购买土地建筑和房屋的立法 理由是担心国家安全受到威胁 请大家收看 不是所有中国学生都是为共产党服务的 佛州限制中国研究生的新法律引发不满 VOA刘文 两年前从佛罗里达大学博士毕业的张同学 应采访者要求引去真名 这几天在同学群中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学生的焦虑和不安 他告诉美国之音 他的两位仍在就读的学妹 开始担心自己是否能继续在学校担任助教的工作 引发张同学的所说的焦虑和不安的是 佛罗里达大学校园里 最近传播一项关于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或州内使用国家拨款的学院 暂时不要向包括中国在内的 七个受关注国家的研究生发出录取通知的消息 有些人是在中国国内媒体上看到了报道才知道这件事的 也没有人知道法律真的执行起来会怎么样 张告诉记者 佛州新法律影响中国研究生的录取 由于担心中国共产党对该州公共机构施加的恶性影响 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州长罗恩 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和州议员们 今年5月通过了这项编号为846的法律 但当时并未获得佛罗里达学术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佛罗里达大学药化学讲座教授李成龙告诉美国之音 教授们直到现在开始审阅2024学年的入学申请 才意识到了这条法律的影响如此严重 他说 自己也是在今年11月 得到了该法律实施时的指导意见时 才知晓这条法律的存在 根据法律 自2023年7月1日起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或州内使用国家拨款的学院 不得接受任何中国、俄罗斯、古巴、伊朗、朝鲜、叙利亚和委内瑞拉等 7个受关注国家的学院、大学或者个人的任何资助 也不得与这7个国家的任何学院、大学或者个人 进行任何学术与研究上的合作 法律中的个人指代目前居住在这7个受关注国家的 且不是美国公民或者美国合法永久居民的个人 不过 法律也说 当州理事会 Bord of Governance 认为合作对学生和国家有价值 也不会损害美国或美国居民时 可以进行额外的批准 该法律适用于州内的12所公立大学和学院 佛罗里达大学物理学教授理查德 伍达德 Richard Woodard 给记者发来了物理学院于12月15日发出的 对于这条法律的最新解释 学院表示 在2024至2025学年 我们无法向这些国家的学生提供就业 及任何形式的助教或奖学金支持 尽管法律可能允许我们招收自费学生 但这个问题尚未明确回答 因为物理学系总是为其录取的研究生提供经济支持 因此将无法向来自这些国家 地区的申请学生提供入学机会 根据最新解释 已经在美国学习或者生活的来自上述七个国家的学生 也许可以获得入学机会和助学金 但是这些案例必须经过佛罗里达大学管理部门的单独审查和批准 最新的解释还堵住了可能的漏洞 即禁止通过其他方式将学生带入美国 然后在他们到达美国后向他们提供佛罗里达大学研究生助教奖学金 同时学校也强力建议这七个国家的学生不要长时间离开美国 例如休学一个学期 但该法律目前不影响使用HEB签证聘用来自中国的教职人员 伍达德对记者说 这项法律让我感到难过 因为中国人曾经占我们研究生的三分之一 而且他们是最优秀的 佛罗里达大学李成龙告诉记者 中国留学生是佛罗里达大学博士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申请人在疫情期间有所减少 但今年来自中国的申请人数开始回升 他担心这样的政策不仅可能会导致中国学生申请人数的降低 同时也影响佛罗里达大学的声誉 这样的不好的政策会损害佛罗里达大学的声誉 可能在未来的几年里 中国申请人会减少 他说 国家安全还是政治私利 李成龙的同事 同为计算化学家谢文君因起草了一份请愿书 敦促佛罗里达大学消除大家的疑虑 并表示支持开放的招聘政策 截至美国之一发稿时 该请愿书已经有306名教职人工实名签署 请愿书中写道 SB846法律这对我们的毕业生和博士生产生了重大影响 因为跨越各个院系和学院的博士生申请中 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中国和伊朗等这些国家的学生 请愿书表示限制甚至阻止聘用来自这些国家的研究生助理 博士后和访问学者将对我们的研究生项目和研究活动产生毁灭性影响 此外 他可能会对佛罗里达大学的长期发展 声誉和领导力产生负面影响 并希望学校立刻采取行动 防止优秀的学生流失到其他大学 产生不可逆转的损失 李成龙表示 这项政策对于谢文君这样资历烧浅的教职员影响更大 因为他们刚开展自己的实验室 他们真的很需要优秀的人才在实验室工作 来帮他们建立研究项目 对他来说 他的申请者实际上是来自中国的 是国际学生 而不是美国本土的学生 这也是他为什么担心的原因 李成龙说 他观察到优秀的美国本土学生 不太愿意研读物理 化学 数学 这样的属于STEM 科学 技术 工程和数学的学科 他们去读长春藤大学 然后直接去华尔街工作 可以很快就赚到钱 而中国留学生则更愿意学STEM学科 他还表示 中国的高等教育水平在过去几十年里有很大提高 所以他们有很多优秀的人才 根据2020年的数据 佛罗里达大学有344名来自中国的本科生 1110名来自中国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生 是所有国家中最多的 2023年 佛罗里达大学内 光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专业 就有508名中国研究生和博士生 李成龙认为 佛州通过这样的法律 主要是因为州长德桑蒂斯 在为自己竞选美国总统蓄力 通过表现出对中国的强硬态度 而获得选票 不过 佛罗里达大学物理学教授伍达德表示 理解人们对中国的担心 在提到该法律时 他说我是一名物理学家 不是国家安全专家 如果我们的领导人认为 有必要采取这些措施 政府就有责任采取这些措施 伍达德曾在台湾居住过很长的时间 他说 对中国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威胁 感同身受 我不禁于德桑蒂斯州长 和州立法机构一样感到担忧 他在采访中说 你可能知道解放军的飞机和舰船 每天都会侵犯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我们住在空军基地以北 所以我们听到并看到台湾战斗机 紧急拦截他们 去年 全国各地都竖起了防空洞的标志 我妻子任教的大楼的地下室有一个 德州大学生安东尼奥分校政治学与地理学习主任 乔恩 泰勒 张泰勒教授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确实有美国学术界人士为中国服务的先例 虽然这些案例都是极少数的 他觉得佛州的这条新法律有些超出范围 泰勒告诉记者 确实有关于国家安全的担忧 你知道 间谍和窃取知识产权 这些事情会发生 所以每个人都要做尽责调查 但佛罗里达的这条法律 已经超过了尽责调查的范围 泰勒提到的先例包括和德州农工大学的教授 程正东因一案 2022年 同时担任美国国家航空与太空总署 NASA研究员的程正东 承认违反NASA的规定和伪造官方文件的罪名 程正东在2020年申请联航研究基金时 隐瞒了自己和一家中国大学以及中国企业的工作关系 不是所有中国学生都是为共产党服务的 不是所有的中国学生都是为共产党服务的 社会科学毕业的张同学告诉记者 有不少人就是因为不喜欢中国才离开的 他在北京就读本科时 就对那些与毛泽东 邓小平 马列主义有关的政治思想课 新生反感 很讨厌时不时的爱国口号和宣传共产党的学生活动 也不喜欢学生与班干部 学生与辅导员之间的积极感 他说自己在大一的时候就想要离开中国 也关注六四事件 温州动车追尾事件等敏感话题 他表示自己在美国就读时的同学中 虽然也有小粉红 但是大部分人并不是无脑爱中国 特别是经过中国的三年疫情封控 一些原本不关心政治的同学 也开始关心白纸运动这样的政治议题 他认为许多留学生来到美国 是想要追求比中国更自由更开放的学术环境 也准备在美国定居和工作 为美国做出贡献 不应该因为国籍就被先入为主地认为 对美国的安全有威胁 用背景调查替代一刀切 佛罗里达大学物理学教授伍达德也认为 不应该一刀切地不接受所有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他表示 我确实希望我们能够找到解决安全问题的其他方法 追求物理学事业需要多年的潜心学习 我认为中国间谍要伪造这一点并不容易 所以我相信我们可以将潜在的安全风险 与更多热爱物理学 并拥有人才和培训 为其做出贡献的人区分开来 他说 这是许多美国大学都面临着同样的压力 美国大学也许可以与美国情报机构 合作建立一个审查体系 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的泰勒 反对按照国籍将来自某个国家的学生全部拒之门外 特别是那些非常聪明 非常有能力的学生 因为这些学生来到美国大学之后 可能会做出一些杰出的科学上的发现 他认为 关于国家安全的担忧可以通过建立完善的背景调查的程序来解决 他表示 在他所供职的大学中 在招收博士生 聘用研究员时 已经需要做背景调查 在德州 我们都会做犯罪记录的背景调查 而国际学生 则有各种各样的其他调查 他说到 尽责调查对研究型大学非常重要 我们有研究安全办公室 我们需要接受培训 事实上 我们每年都要进行披露 即使我们登陆邮箱也有基本的安全措施 他还提到了 佛州的该项法案 在中国被中国日报等官方媒体报道 成了中国政府用来抨击 哦 看来佛罗里达州州长 罗恩·德桑蒂斯 Ron De Santis 又在搞事情了 这次他的目标是中国研究生 他们的罪名是来自中国 这真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罪名 我只是想知道他是如何想出这个罪名的 我猜他可能是在一次 独自在办公室里的深夜思考会中 突然灵光一现 他想 哦 我知道了 我们应该把所有来自中国的研究生都赶出去 这样我们就可以保护我们的国家了 然后他就开始写这个法案 他可能还自豪地对自己说 哇 我真是个天才 首先 这个法案的基本逻辑就是有问题的 他基于的假设是 所有来自中国的研究生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间谍 这就好像说 所有美国人都喜欢吃汉堡一样荒谬 这种一刀切的做法 不仅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而且还充满了偏见和歧视 这就像是说 因为有一些美国人喜欢吃汉堡 所以我们就应该禁止所有美国人吃汉堡 因为汉堡有可能对他们的健康造成威胁 这种逻辑简直是荒谬至极 其次 这个法案完全忽视了中国研究生 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巨大贡献 中国研究生不仅在学术研究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且他们的存在也极大的丰富了美国的校园文化和多元化 他们带来了不同的观点和思维方式 使美国的教育体系更加丰富和多元化 如果没有他们 美国的高等教育将会变得单调乏味 最后 这个法案对于美国的国际形象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美国一直以其开放和包容的社会形象而自豪 但是这个法案却让美国看起来像是一个恐惧外来文化和思想的国家 这对于美国的国际形象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这也让人们开始质疑 美国是否真的是一个开放和包容的国家 总的来说 这个法案只是一个充满了偏见和歧视的荒谬法案 它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也没有任何实际效果 我只是希望佛罗里达州的人们能够看清这个法案的真实面目 不要被这个法案的表面华丽的外壳所迷惑 斯诺克明星奥沙利文、威廉姆斯和特朗普将参加香港全明星赛 南华早报 香港斯诺克全明星挑战赛将于3月25日和26日举行 参赛选手包括顶级斯诺克选手罗尼、奥沙利文、贾德、特朗普、马克、威廉姆斯、傅加俊、杰克、利索斯基和斯嘉辉 此次比赛由超越边界体育学院组织 而非香港台球运动管理委员会或世界斯诺克巡回赛 这场展览赛是对在香港举办更多邀请赛的呼声的回应 紧随中国玉山世界公开赛之后 去年10月举办的香港大师赛吸引了8000观众 决赛中有傅加俊和罗尼、奥沙利文参赛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条新闻 佛罗里达州限制中国研究生的新法律引发不满 这个新法律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和不满 一方面 一些人担心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会对中国留学生造成不公正的待遇 甚至损害佛罗里达大学的声誉 另一方面 也有人认为这种措施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 以防止中国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的盗窃 但是 我想说的是 不是所有的中国学生都是为共产党服务的 其实 很多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是为了追求更自由和开放的学术环境 以及更广阔的发展机会 他们来到美国是为了学习和提升自己的能力 为美国做出贡献 而不是为了谋取什么政治私利 当然 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些国家安全问题的存在 确实有一些中国学生和学者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 或者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 但是 这只是极少数的案例 并不能代表所有的中国学生 我们不能因为少数人的错误行为 就对所有的中国学生进行一棍子打死的处理 我认为 我们应该通过背景调查等方式来解决国家安全问题 而不是一刀切地限制中国学生的入学和就业机会 这样不仅不公平 而且也会给美国的高等教育和科研事业带来不可逆转的损失 最后 我想听听大家的想法 你们对这个新闻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呢 请留言与我分享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